剛入圍金曲獎的嘻哈皇后葛仲山今日出席活動 現場即興饒舌唱出用車不養車哲學 沒有車子沒有關係 想要借他不用擔心 因為誰快給你方法 讓你開車不必養他 這次入圍金曲獎 他表示很開心也很感謝很多人 我其實很開心 我曾經已經離開做音樂這件事 然後這次又回來 我覺得有能夠得到這種肯定是很 給我一種好像可以繼續努力下去 好像回來是個對選者的感覺 然後我這次也想感謝非常 非常感謝就是所有參與這張專輯的 包括五雄老師 阿老師剃刀 他們都很幫助我 然後把我把這次的專輯完成 然後我也想感謝我的過世的一個朋友 他曾經已經離開了 所以我覺得任何成就 其實都是他在幫我 然後我讓我很感動 而四年前與愛怡良佳佳 一同入圍勇奪新人獎的他 這次被問到金曲獎最看好誰得獎 他自己則表示很欣賞魏如萱 我其實很 我一直很喜歡魏如萱 所以他也是我私底下一個好朋友 所以我覺得他很優秀 然後他的態度跟創作都很棒 所以我蠻看好的 ETV新聞網採訪報導